欢迎收看梦幻处房在我家 我是瑞临VLN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小龙汤包的精髓 爆制肉馅的做法 准备的材料有 搅两次的猪梅花绞肉500克 也可以选用去皮的五花肉来搅 买回来的绞肉可以稍微的用刀剁个2-3分钟 把筋膜斩断口感会更好 有食物处理机的朋友 也可以把这个部分交给食物处理机来代工 剁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可以把绞肉放入调理盆当中 依序加入盐5克 酱油15克 砂糖15克 白胡椒粉0.5小匙 把所有材料混拌均匀 这个步骤我觉得用洗干净的手来抓拌是最方便的 接着我们把200cc的葱姜水分次的打入肉馅当中 葱姜水的完整做法可以参考之前葱姜水影片的分享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肉馅的打水 可以去腥也可以增加肉馅软嫩的口感 最后淋上适量的冷压麻油 再稍微的搅拌均匀 然后把这个基础肉馅放入冰箱冷藏 至少30分钟 冷藏时间到后呢 我们要在肉馅当中加入爆汁的秘密武器皮洞 皮洞的详细制作方法呢 可以参考皮洞那部影片的分享 皮洞跟肉馅的比例就是1比1哦 500克的肉馅就加入500克的皮洞 双手腕呢 其实用手操作是最方便的 记得把手洗干净就好了 我喜欢用抓捏混拌的方式 可以比较均匀一点 整个抓拌均匀 就是完美的爆汁肉馅咯 完成的肉馅呢 其实不只可以拿来做小龙汤包 生煎包 就算是包一般的包子啦 水饺 馄饨 馅饼 都非常的好吃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 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这些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好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FB哦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